灯士向凯瑟琳讲起了一段往事 他去给王夫扫墓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落魄的武士想吃贡品 他说想吃 先问问他的王夫吧 武士立即开始狼吞虎咽 灯士问武士 他王夫是怎么说的 武士却回答他 死人怎么会说话 我从不会忘记你这份恩的 凯瑟琳猛踩油门撞向灯士时 银石从水中飞腾而起 握紧木刀如同一座大山 凯瑟琳被警察带走的时候 灯士说 以后没饭吃再来我这里吧 谁让我是烂好人呢 凯瑟琳哭了 阿英听到灯士免了他这个月租时 感动得差点也哭了 当即发誓 从下下下下下下个月起 一定好好交房租 万事屋难得来了个大伙 帮本地的名门望族 找失踪的女儿 这事按理应该找警察 但雇主担心传出去犹如门风 只得屈尊降贵来找万事屋 阿英一看照片 恍惚以为自己看到了火腿 建议雇主去火腿工厂找找看 为了糊口 他强大精神去夜店寻人 忙活半天一无所获 阿英正准备买块火腿回去 糊弄雇主 辛巴忽然撞上了一个有洁癖的天人 神月也找烦了 逮了个胖子准备回去交差 结果胖子忽然倒地不起 辛巴从酒包口中得知 这人是嗑了一种新药嗑多了 另一边 阿英正在蹲厕所 忽然听见外面有女人敲门 货要老样子的 我快不行了 因时懵逼了 厕所要什么货 他看了看马桶 想问要吸的还是干的 因时冲出厕所间时 发现外面正是雇主的女儿 已经被一帮坏蛋打晕 另一边 辛巴和神月也秀出危险 正准备离开 却被一帮持枪暴徒围住 鬼鬼祟祟的死探子 今天就让你们知道 宇州海盗春鱼的厉害 厕所里 被暴徒们称为陀落的天人 拔刀就要砍死因时 还说 妨碍我按时下班回去追剧的人都得死 阿英震怒 心说你该不会和真选组追的同一部剧吧 轻松摆平了小喽啰后 因时扶着火腿子准备离开 门外却厚着更多的暴徒 还劫持了神月和辛巴 因时冲上去想要救人 却被火腿子和小喽啰扮住了手脚 没躲开陀落的攻击 从高楼上被打落下去 因时从尸山雪海的噩梦中惊醒 脑海还残留着亡灵的嘲讽 他无法守护任何宝贵的东西 把眼前的敌人砍上个金光后 剩下的只有成山的事故 多亏了贵的同伴救了他一命 若不是为了保护火腿子 银石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 贵说 他们阳一致事调查出 宇宙海盗春雨 在贩卖名为转生香的新药 敌人的实力很强 不能轻举妄动 话虽这么说 可银石的同伴都落入了春雨手中 他不能坐以待毙 虽然放弃总比坚持容易 但失去了那些家伙 他的人生旅途会变得寂寞很多 为了还之前的人情 贵决定再次和银石并肩作战 与此同时 辛巴和神月 被当成了壤仪派的探子 陀罗将昏迷的神月吊了起来 逼迫辛巴受出跪的下落 辛巴一脸懵逼 就算驱打成招 他也不知道咋编呢 神月苏醒后 一脚踢开了陀罗 宁愿喂鲨鱼 也不当扯后退的 危机时刻 乔装成海盗的银石 英雄登场救下神月 我叫板田银石 是来应平当船长的 话音未落 随着一声爆炸 仓库里的转生香存货 都被贵复之余句 在下舰掌龟洛克 吃我一发手榴弹 春雨海盗团顿时大乱 小罗罗们追杀炸弹魔柜 陀罗提刀要取银石的向上人头 今天这梁子结大了 银石也拔刀 说这把刀所及之处 就是我是要守护的国家 两人措身交斩 只在一瞬 陀罗缓缓倒下 嘴里还称赞少侠豪快的刀 打完架后 满身是伤的银石 还得被撒娇的小鬼们回家 踏着老板除了不发工资 浑身上下真是挑不出一点毛病 一日 当三人看着雇主抱着宠物猪泪流满面时 顿时肠子都毁清了 心说 真应该买块火腿糊弄了事 春雨海盗团被灭的消息 传到真选祖的耳中 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屠害江湖的毒枭被铲除 真选祖心里都在拍手称快 但问题是 传闻壤一派打算暗杀 在贩毒生意上 掺了一脚的幕府官僚秦夜 真选祖奉命给秦夜当贴身护卫 大家都对这拆事提不起劲 靖腾勋扬言 真选祖受幕府收养之大恩 必须要以命报答 机会马上就来了 秦夜被狙击手盯上 幸亏靖腾勋反应敏锐 舍身替他挨了枪子 秦夜毫不领情 还嘲笑说完泥巴的猴子总算有点用 总无一怒之下 差点砍下他的挖头 亏得土方把他摁住了 真选祖都对秦夜 甚至幕府不满 土方看得通透 他说 现在的幕府根本不为人类运转 但真选祖的剑不是为了幕府或将军 只是为了靖腾勋而存在 愿为局长马首是瞻 他说砍谁就砍谁 土方上完正着可出来一瞧 发现总务正在搞露天烧烤 美其名曰 以功戴首 幸亏贼人来得快 否则秦夜大人已经熟了 靖腾勋负商出战 真选祖士气大震 一夜苦战 代不了大量嚷一浪人 一日 神月外出流定春时 撞见了一名来路不明的女孩 女孩说自己是从城堡里出来的 对外城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得知神月是万事屋的员工后 女孩提出了委托 可以做我一天的朋友吗 神月欣然答应 然而她不知道 真选祖正在江湖到处搜索 原因是成夜公主离家出走了 大家正在议论公主出走的原因 山崎忽然来报 有人目击公主去了歌舞伎厅 与此同时 神月正拉着公主到处吃喝玩乐 俨然一对好闺蜜 还要拉着公主以嘴方休 在街上躺尸 说这是当代年轻人的潮流时尚 公主玩得十分敬心 忍不住向神月讨心讨废 说自己一直被困在城堡里 就像笼子里的金丝雀 渴望天空 渴望自由 真选祖终于找来 公主也准备收心回家 神月不乐意了 拉着公主 开始迎着夕阳盛大逃亡 公主对神月的心意很感动 但她也不想给别人带来麻烦 临别之前 她说 很抱歉 违反了委托内容 但请你一直和我做朋友吧 不久 在成夜公主的带领下 江湖掀起了一场全民吃醋昆布的空前热潮 在大物弥漫的夜河上 鬼承舟远渡和快源队碰头 收到的版本送的一份大礼 神秘宇宙生物伊丽莎白 鬼迫不及待地带着爱宠出去逛街 还对银石家的狗屎制造机冷嘲热讽 有了对比 阿英对啃人上瘾的定春愈发不满 郑巧得知电视台 在举办珍奇宠物选秀比赛 为了得到豪华大奖补贴家用 万事无三人赶紧踊跃报名 他们还冲钱来催租的灯士撂下大话 赶名就让你高攀不起 被保湿出狱的凯瑟琳赶忙给灯士帮枪 要是一周后交不出房租 他亲自帮万事无搬家 有压力才有动力 阿英和辛巴开始陪定春进行特训 结果被犬身上钩拳打得生活不能自理 节目现场 定春的出现引起了观众不小的轰动 然而没想到 乔装打扮的贵 也带着伊丽莎白来参加比赛了 两头真瘦 成了赛场上人气最高的对手 最终要靠抢骨头一决胜负 定春嗷乌一声扑向了阿英 显然是觉得他比骨头更诱人 伊丽莎白使出飞毛腿一记绝尘 眼看机要获胜 千军一发之际 神月将阿英当成狗骨头扔了出去 定春转头去追 最后关头 两人两宠玩起了迭罗汉 为了豪华大奖 不惜舍身搏命 僵持不下时 伊丽莎白的口中忽然钻出一个赤裸的人影 现场观众一目瞪口呆 主持人惊呼 马赛克何在 信号当即中断 伊丽莎白到底长什么样 成了宇宙未解之谜 长谷川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悠悠地吸烟 回想着生活的灰暗 因为自己一时冲动 揍了白痴王子 丢了工作 跑了老婆 还被幕府命令切腹 已经失去了一切 神月叫他model 哼 天真的小鬼 当然不懂生活的苦 长谷川的眼前忽然模糊 现在只有这副墨镜 还陪伴着他不离不弃 长谷川决定重新开始 面试的HR 却是之前入国管理局的属下 现在风水轮流转 想骑在他的头上 作威作福 去他呀的 长谷川心说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没想到其他面试官 也都觉得 他的发型和墨镜太邋遢 每个人都称他为model 心烦意乱的时候 最好的东西 就是女人和酒 长谷川在酒吧 被阿妙小姐掏空了钱包后 终于是截然一身轻 然而他的霉运还没结束 大清早就撞见真选组 和壤仪派火拼 他被物抓起来 图方和总物亲自搜身 发现他穷得只剩一副墨镜 将他扔在路上 鄙夷地甩下了一句 妈道